35. 星島日報 一宿報 《鹽水有公真白及士氣》 2015年7月13日正至A十大旗盤道梁謀政改過後 特首兩真英表明要回歸經濟 民生議題 其實11月就區議會選舉 來年9月就立法會選舉 各政黨亦要專注市民重視的民生事務 民主黨更一先後做了兩單民生工作 大大響躲 令該黨士氣大震 之前被氣藥一宿報 的九西議員黃碧雲 更憑啟情 含原水問題吐氣陽眉 所有政黨都要跟其水尾 急急驗水 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及工黨地區幹事趙欣來 近年協助多宗留與維修涉維標案件 翠湖花園工程公司前東主祖前城為首個 連署落漢起訴為標的疑人 昨日林卓廷及趙欣來搞的反維標大聯盟 搞留與維修港座 也迅速爆滿 要8月再加場 民主黨九西議員黃碧雲 一二年由張文光排在選舉團隊第二位 送他入局 但加入議會三年 人氣不高 黨友也曾擔心他的選情 但憑發一宗啟情 食水含原事件 連特首兩陣英都表示關注 而且影響蔓延全港 迫魂的黨友吳劍星 尹兆堅急急在受影響的傀衝傀亂 開居民大會 華耀邦幫居民驗水 華為及選情黃碧雲透露 他今次發現食水出事 其實有運氣成份 他在黨內負責食物安全工作 主持了社區食物監察計劃兩年 不時都會化驗一下食物是否安全 早前他也有發表蔬菜重金屬含量調查 他兩年前也一度想過驗水 但專家指香港的水質相對安全 當時未有處理 但近日得知油絲樓業主自己拿食水去化驗 才開始想到要檢驗九西內較新型的Code H 他在四月底於區內十三個地方 收集食水養本化驗 也指得啟情 H 的養本超標 他透露 每化驗一個養本都要數百元 成本頗高 他指落區時 不少街坊大贊者檢驗 甚至有人攬著他懷疑 但他未想到這事件會否違及選情 認為這只是議員要做的事 他也指自己事情不知民協組提啟情 H 街坊檢驗水龍頭 自己沒有搶雜意思 而且民協與民主黨在啟情及倫近的德朗 H 是有合作 難得能帶領全港的議題 迫雲亦不打算停下來 他指現在仍有謎團未解 如房署為何會派出標書與中國建築國際集團 當時的標書內容如何等 他指自己在立法會10月復會後 動以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要求房署解釋清楚 非告物rage回報 靈鑽 туル安 баз 1-m2 1-8推 estar 1-8 will geh1-8 2-0-8 3-8-146-5-0-8 4-5-w2 感谢观看